现在花开的时候已经打破季节了 而中研院又有新的发现 植物所研究团队发现了植物里头有一种灵芝芝 它会随着日照时间跟开花素来结合 进而控制开花 这项创新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将来可以应用在农业 让花卉等农作物提早开花增加产量 又到了开花的季节 80年前植物学家发现植物之所以会开花 是因为叶子会制造出一种开花素 现在中研院最新的发现 植物里头存在一种灵芝芝 随着日照和开花素交互作用 控制开花的时间 灵芝芝含量越多越早开花 用基因工程的方式去让植物里面本身的灵芝芝 比原本的没有做任何基因工程的植物还要来得多 它会促使开花 就是让开花时间变早 不同于传统温室用温度和光照控制开花 现在又多了灵芝值 透过基因转值让作物产量增加 这项对国际花卉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新发现 刊登在国际期刊 引发关注 记者彭书卿王国林台北报道